讲讲国酒啊 酒这东西我不太了解 但是我那天去拿市场那个什么 干红啊干冰啊两块钱 两块钱瓶啊 不是小瓶 大瓶的啊大瓶的 但是挺细啊 那天看不吃过 你看看吃过回放 如果卖一批发酒呢 两三块钱啊 白九五块钱 网红到时候卖你二十九 三十九 我这俩都是精量啊 存原精量 喝完都这样啊 我跟你学 我们一边 我当然我不是说 我们一边那个 我不是埋在这个嘲笑啊 残疾人士 或者是说脑袭手患者 喝完那种酒啊 那他当然这个喝酒 可能不会直接影响到 他的一个什么脑袭手 但是间接的 也是右眼 就像我刚才讲 胃经似的 知道吧 那就喝好了啊 多吃菜吧 对吧 东北吃的又油又多 油脂 就是菜那个分量大 再加油多 然后再加对吧 一一吹牛啊 东北人各酒桌 然后就好吹牛 我们当年打的 一喝喝到后半夜 他只是右眼 他并不是说直接影响 有的可能是 你喝到假酒了 会直接影响 而且市面上的假酒 就是很少 有的是 大部分都是够兑酒 够兑就是 就像蜂蜜子的 就你今天看我拍的蜂蜜 就差不多 也是够兑 这东西我们日常生活中 如果避免不了 就少啊 少来一点 你便天天五迷三道 增加人 早上八点起来啊 几个人散饭呢 过来去楼家 来两瓶捞鸡花 然后中午啊 中午啊 中午不拜个家吃的 出去跟朋友啊 打完麻将喝点白去 晚上吃串又喝点白 那油好了 那油好了 那没好了 完了 老了全那样啊 老了我爷 我就不怕大家笑 我爷就是那样啊 我爷年轻的时候 就喜欢喝酒 而且喝白酒 三东人特别能喝 老家三东 喝到多少岁的时候 不到几十岁吧 就脑气酸 那直接躺床上了 不是说刚开始还能走 走 我印象中能走半年 然后半年以后就躺床上了 躺床的人就完了 全靠我奶 就我家里的招呼 你这种害人不害人 所以我不喝酒啊 我不喝酒 就你给我蘸好的酒 我都当辣 你这我不吹牛啊 就你要说童童女主 我来回家 我走马转啊走马转啊 不是你送我点什么那个小甜水啊 水果啥的 我还能巧克力啥的 我喜欢 你要这酒送到 我转手给你冷的 真的我这有一点不吹牛啊 这这我能做到 这这东西 咱日常生活中还是少来点啊 少来点 然后那个贵的 可能是相对来说好啊 低价 低价有所谓的低价有罪论 因为这东西我能卖一百 我绝对不卖十块 那你能卖十块是因为什么 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 对不对 都知道怎么回事 你要是做生意 你肯定明白我说的 明白我说的意思 就是我能卖一百块东西 我要为啥要卖十分钱呢 你合计合计 我又不是搞慈善的 我又不是慈善家 对不对 我是商人啊 商人都是主力的 对不对 对我不吹牛 烟衣服拿过来 我也一样的一撇了 这我不吹牛 当然是没人送我研究 送研究都是做办公室啊 谢谢谢谢这个啊 低价有罪论 谢谢通告 是吧 完了剪剪事情